大家好,我是欣礼 我们经常会发现看绘画久了之后 对里面的故事一目了然 对里面的典故已经充分了解了 再这样去看不同版本的同一主题的绘画 你会觉得很枯燥 有什么好看的话都是同样的东西 稍微调一下构图,调一个明暗对比 大同小异,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在看不同版本的同一个故事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应该切换一个角度 以窥视创作者的内心的一个欲望为主线 这样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它很像是一个悬疑故事 你自己就像一个侦探一样 从作者的作品当中去挖掘艺术家的背后的故事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被诱拐的加尼莫德斯 这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加尼莫德斯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 有一天宙斯在天上就看上了这个男孩子 我们都会不理解希腊神话 为什么可以这么变态 这么的毁三观 这么的无止境的欲望 无止境的去颠覆某一些传统的伦理 实际上是当时的民众 他们对于族群的扩张 繁殖以及这种生命力抒发 所以就会有了希腊神话这个东西 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原来可以理解 是某一项欲望的一个衍生 回过头来说 变成老鹰的宙斯 就把这个美少年掳走了 带到天上去了 然后就开始跟他 对吧 他觉得我要对他负责 每天到了该跟他那个的时候 跟他那个 是不是让这少年太无聊了呢 对不对 我得安排点事情给他做 对吧 不然的话他没有成就感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女儿 他跟贺拉 天后贺拉亲生的女儿 Hibi 正在工作的岗位 叫做四九童子 就是给神仙 给他们那些各种神道九的 这么一个职位 开除了 你不要做了 该干嘛干嘛去 安排他的小男朋友去 替代他的亲女儿 那这贺拉怎么忍得下去呢 你晚上跟我老公 对吧 白天还要抢我亲生女儿的工作 怎么行呢 贺拉也是一个 非常心狠手辣的一个女人 我们也可以去回看很多的故事 他就瞬间的把这个少年 变成一个水瓶 让他永远都变成水瓶 只能变成倒酒的这么一个容器 最后发现倒出来的不是酒 是眼泪 这么一个转变过程让宙斯特别难过 宙斯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然后宙斯就把这个少年呢 上升成了水瓶星 这就是水瓶座的一个来源 大家说水瓶座 水瓶座 十二星座 其实十二星座都有典故 水瓶座的来源 那一部分就是源于这个希腊神话 那么今天的重点呢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右拐加尼默德斯的这一个典故呢 实际上是被大量的艺术家都创作过 比如说米开朗基罗他所做的这套作品 这是老鹰的非常的雄壮 那这个少年呢 看上去肌肉也是盘根错节 很真的是最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感觉这个老鹰跟这少年 不是说什么抓捕的关系了 而是一种缠绵 一种扭 好像是一种非常暧昧的 感觉你说他是翻云覆雨都可以 那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画这幅画呢 后来就会发 史学家又发现了 那个时候米开朗基罗 实际上正在跟他的一个年轻 几十岁的小男朋友 正在热恋当中 其实米开朗基罗跟宙斯是一样的 他是弯的 他们缠绵的热恋期 他就画下了这幅画 最后把它送给了他的男朋友 那么这里面的意象就是 当然米开朗基罗就代表了宙斯 那只鹰就是米开朗基罗本身 扭打在一起的这个少年呢 真是扭打了 他不是又不是扭打在一起的这少年 就是他的小男朋友 本来的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创作下 完全被篡改了 变成了他去表达 他对于他小男朋友的 这爱意的欲望的这么一个作品 所以这样的一层改变呢 完全的颠覆了这套作品 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这也是绘画很好看的一个地方 外行的人觉得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在画这个故事 所以你仔细一看 发现原来他有他的一个小心思在里面 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年龄跨度很有意思 基本上老鹰呢 都是这么一只老鹰 但是这个代表 加尼默德斯的这个男生的形象呢 这年龄的跨度可大了 从婴儿开始到成年少年壮年都有 壮年就是这个米开朗基罗内服都有 那跨度为什么那么大呢 实际上是根据创作者 他潜意识里面对于少年这个形象的一个投射不同而改变 有一些人为什么用婴儿呢 是因为婴儿他象征的一种对抗外来权力的一种无助 他特别想要把加尼默德斯那种无助的感觉表现出来 因为婴儿是最没有办法反抗的 对不对 他连翻身都不可以 心上人连翻身都做不到 抬头都做不到 最脆弱的情况下被掳走了 来着重这个脆弱感 弱小的这个感觉 实力最悬殊啊 所以用婴儿 有一幅作品呢就吸引了异品人的一个关注 在这张照片里呢 你会发现这个小男孩和这个老婴之间的关系啊 完全不像是一个幼儿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依靠依赖的 一种暧昧的一种感觉 越看越觉得诡异 就有人呢 进一步的推测是不是这个创作者 他潜意识里面实际上是有恋童癖的一个倾向 大家不知道啊 那为什么你画这样的年纪的孩子 为什么你是跟老婴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要抱着他 看在看下面 感觉是有一种 这是我生活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要走了 我有点留恋 可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 跟这只老婴走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仔细想一想 不符合逻辑啊 对不对 我好好的在做我的一个事情 一只老婴突然把我抓走 我为什么会是以这样的一个暧昧的状态出现 它是不是创作者内心的某一种欲望的投射 这个是非常开放的 开放式的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一幅古典绘画呢 它的看点是会随着你的切入角度不同 衍生出新的一个信息 比如你直接看它研究它的光线 研究它的明暗对比是一种看法 研究它的色彩是一种看法 研究它的背后的一个典故是一种看法 从这个创作的手法上 以及它用的人物表现上 很多细节上去推敲这个创作者的某一些心态 以及当时他所处的时代的一种状态 这就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更有趣 有点像解谜之类的一种欣赏方式 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画 这里细节是这样 它的眼神为什么这样 另外一幅为什么是那样 它为什么用这样年纪的小孩 它为什么是更大一点年纪 它为什么这里加了肌肉 这次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你应该反向推送回去 去揣测创作者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创作出来的 同样一个典故 不同版本之间的创作者的心态之间的改变 这是我觉得去欣赏油画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不然的话你只看它背后的故事 很快你就知道都是在讲这些故事 如果你只看这些颜料 你只看用了不一样的调色方式 或者是明暗对比 这样的话看久了 就是非常技术层面的东西 其实绘画有很多东西 是牵涉到了心理的 这个是我觉得最无穷无尽的乐趣 我觉得能够从一幅绘画当中 窥视很多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物的心理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包括创作者本身 这是我觉得看绘画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非常感谢